最新風暴消息 8號東北列風或暴風訊號現證生效 颱風巨雀現在集結在香港以南大約150公里 以向廣東西部 本港晚上及明天會有狂風暴雨 預計巨雀午夜最接近本港 天文台說颱風巨雀繼續移近本港 部分低話地方可能會有水質 今晚9點的時候 巨著位於香港以南大約150公里左右 預料將會採採一個西北 或者西北偏西的方向移動 大概是18公里 大致是移向廣東的西部沿岸地區 香港部運地區就已經開始吹烈風 另外一方面 低話地區可能會受到巨雀所帶來的風暴潮 而出現水浸 所以有關居民應該及早做好一切措施 以減少損失 颱風巨著迫近 在旺角阿加路街 石衣街交界一棟商業大廈外 通常的廣告招牌被封出到搖搖欲墜 消防之煲都長拆射 在花園街亦都有廣告招牌 有跌下來的危險 消防隔起雲梯把招牌拆走 另外在九龍公主道 向紅磡繞道方向有樹木倒塌 附近交通一度受到影響 記者勾集 尖沙咀 梁牙 外面大不大風 8號暴風列風訊號已經掛了三個多小時 可以看尖沙咀這裡 風勢已經明顯比之前大了 亦開始落在雨上 雖然現在正在打8號球 但很多市民都選擇不回家 帶著子女出來看看風 感受8號有多威力 說回尖沙咀這裡 很多地方已經做好防風措施 好像一些大型廣告擺 已經用了一些很速的繩綁著 另外巴士站旁邊的客戶服務中心的玻璃 亦都已經用玻璃膠紙拉著它 防止真的大風時出來會傷到途人 在這裡的報導是這麼多 先將時間交回給廠 謝謝外面那麼多位同事 終於是再為大家報導最新的風暴消息